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2月11日,大年30,丁燕宇航发布了一条拜年微博,自己也说失踪人口回归。 上一条他的微博还要追溯到2020年9月10日,那条著名的土路新生的微博。 丁燕宇航说自己的合同已经到期,两年期间,山东没为自己的治疗花过一分钱。 随后山东也回应小丁,称治疗费用应该由发展联盟传奇队,并且合同没有到期,已经为丁燕宇航提供一份800万的顶星合同。 这是丁燕宇航和山东队第一次公开矛盾,但也仅限于线上交流。 没过几天,小丁就和山东续约,当时说需要一个半月时间进行恢复。 然而直到现在,小丁依旧没有消息,这赛季报销,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 昨天山东的楚教练龚小兵,在山东媒体的节目中,终于谈到了丁燕宇航。 龚小兵指导说球队,现在只能通过媒体,来了解小丁的动态。 他一直是在通过自己的方式恢复,我们无法直接了解他的情况,他有些遮遮掩掩,每个球队都有对规,球员应该回到俱乐部,跟球队在一起训练的话,和个人恢复时。 两种情况,他到底恢复到什么程度?我们完全是未知的,还是希望他尽快回到球队。 龚小兵指导话,说得很客气,但却自自犀利,直指丁燕宇航和球队失联,没有做到一个合同再生的球员,应有的义务。 不久之后,小丁就回应了,依旧在微博。 今天凌晨一点的时候,丁燕宇航发微博说,让我,安心康复不好吗? 毕竟,我比你们任何人,都想回到球场。 下面的评论区里,小丁还鼓了两句话,天天在一块场地,隔着墙训练,我用得着,隐瞒我的伤病情况吗? 这个曾经让我充满回忆,跟家一样的地方,突然让我觉得,很陌生。 从图片和定位来看,小丁确实一直在,山东省体育训练中心训练,也确实如他所说和球队,只有一墙之格,可就是这一面墙,成为了山东和小丁,无法跨越的屏障。 龚小兵指导和小丁,或许都没说假话,或许都有所遮掩,这我们谁都不知道,但双方缺少沟通,是肯定的,否则龚小兵指导,也不会把这事公开。 几个月前,丁确宇航的微博评论区,充满了同情和鼓励,但今天,这条微博,球迷已经对丁确宇航,失去了耐心,无论何时回来,能不能回来,都得像个爷们一样,说清楚,一再遮遮掩掩,一拖再拖,只会让所有人,对丁确宇航失去耐心。 山东已经给你,开了顶星合同问心无愧,人至义尽,现在轮到小丁,做点事情了,做点什么吧?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